这是我们今天到门尼飞 看一个新房刚刚上市 61万二手房刚刚上市的房子 我们是只看那个性价比好的优质 我们下来看 精准出击 不乱看 在这块我们买了很多 在这块社区啊 大家看一下这社区很漂亮 我们买了很多在这个买了很多 这是在门尼飞 今天我们开过来从森林服务 开过来一个小时 这到森林服务市 大概不到一百公里 一百公里的样子 一百公里 60多英里 距离就是这个距离 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啊 是挺好的 今天我们做的看这个房子 这是2400多尺 四房三整位 然后 61万五 这是目前市面上性价比最好的一个房子 等会儿跟大家随 我们一起看一下房子里边长得怎么样 好不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里边啊 这个房子是2013年的房子 2300多尺 四房三整位 大家可以跟我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个情况 当时应该是不错的一个房子 从我的感觉来说 你看装修的还是不错的 很精致的 这边是一个厅 这边是一个厅 家庭厅 费客厅 厨房 这是餐厅 这是后院 很方正 有拍一丢 这个我跟你说 看一层就少毛病 没毛病就是好房子 现在先看吧 这是一楼的 这边 这是一楼的 有一个厅室 这是洗衣房 这是卫生间 可以洗澡 这是一楼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二楼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看房子 看二所房 就是找毛病 在美国看房子 就是去挑那个房子的毛病 没有问题的房子 就是没有毛病的房子 就是好房子 这个美国这些房子 我说的百分之八十多有问题 那么我们要去找出那种百分之二十 优质的房源出来 这是七二二 这边是个卫生间 这是四楼的 就供用的两个卫生间 这是主卧 主卧的卫浴 这房子至少从无限我看 从上市的时间来看 还可以砍它个五千 到一万块钱 至少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现在就是一楼那个格局那儿了 它那个罩在房子中间 看到没 有一点点怪怪的 它那个罩 它没有放 没在那个 没在边 你看到没有 它的房子那个中间 这是这个房子 目前我发现的一个问题 从格局上面 你看它那个 这进来这儿还可以的 看这个格局 它这边一堵墙 然后它把那个罩放到这个房子中间 这是我长期看房子感受的一点 你像它这个布局啊 这个格局 它把房子这个罩放到这边的位置 这边把边的位置 它不应该把罩放到这儿 放到那个中心 这个房子中心一楼的 这是感觉的有一点怪怪的 这是这个房子 可能这个性价比这么好 功能性也强 不好卖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们找到的 10天啊 因为10天没有卖出去 说明这个房子它是有问题 它的问题 我判断觉得这个地方 你看它那个罩 它不应该在那个一路的一个中心点 它应该把那个罩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边上 它有一点怪怪的 这是格局上面的一个一个问题 这房子其他的我觉得还没啥没有问题 二楼的功能性 四个卧室三个卫生间 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感受 这个你看它中间一堵墙 靠到这边也行 整个设计都好了 所以这是这个房子的一个毛病 走吧 我们这看一眼等他们来 看我们就走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重大的一个一个毛病 我们再看吧 那个刚刚看了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不能买 格局有问题 性价比不错房子 但是有问题的房子 有格局有问题的房子 这个买到手上 就除租除售都会遇到麻烦 每个那个二手房有问题的在这里 百分之七八十有问题的房子是不能碰 我们一定要去买那个百分之二是有没有问题的优质的房源 这样我们就除售出租 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 能够快速准确 你买到有格局问题的房子 你除租除售 今后都会遇到麻烦 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房子是不行的 不能买 好 我们准备往回了 往回走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